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Sam哥 什么时候我可以化妆啊 读着模特的急事吗 这边平面模特都还没玩呢 喂 喂 菲菲 我跟你说件事你先别生气 就是未亲 又是未亲 不是 你到底要上多少次当啊 什么可怜 我看你最可怜 同理安静 你不要讲话 那个 我现在不方便说话 等会我回去了再处置你听见呗 我们先不说了 呃 那个刚才是谁给我披的衣服 装什么啊 何主编的衣服都认不出来了 何主编 果然还是要会装可怜啊 打个喷嚏都能骗到主编 还是人家段位高啊 你怎么说话呢 简直莫名其妙 不错啊 大家今天都很漂亮的 好 谢谢 在里面 亲爱的 先帮你化妆吧 哦 谢谢 菲菲 好好表现啊 嗯 对了 这个 帮我谢谢她 嗯 化妆谢谢 我的五官不上相 所以到后化妆的时候 帮我多注意一下 不会啦 放心吧 一定会让你成为 今晚最漂亮的那一位 谢谢 虽然不知道怎么会上 但是主编特权还真好用 哎 那个能帮我把后面拉链拿一下吗 有 有人吗 有没有人过来帮个忙啊 对啊 别 小波别 我刚看更衣室没人 然后听到你叫 所以就 不会怪我唐突吧 不会不会 这个是我一个公司 就是 你 你等会儿 我来吧 这个也送给你吧 这不好吧 我觉得 你比我更适合他 是吗 而且 你和这个品牌的衣服也很不合 这真的吗 六号我约了他们的品牌总监见面 你有时间吗 我吗 我想介绍我们的模特给他们认识 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有时间吗 我吗 我想介绍我们的模特给他们认识 有 那个地点呢 手机给我 睡 睡机 我觉得还是这样比较方便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 好 还有就是 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们别那么紧张了 我觉得 你还是自然的样子最好看 哦 好 太会聊了吧 那个凶身应该挺贵的吧 飞飞跟那样看了半个小时了 我看的不是凶真贵 是送凶真的人贵 那滴滴咕咕什么的 我可都听见了啊 还是发烧啊 臭小子 你说谁发 人家说的是发烧 好 虽然你看起来更像发 虽然你看起来更像发 好着呢我 你们是不知道呀 那个何卫 简直真的是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虽然我知道他那些都是套路 但是呢 人家做起来就是那么的自然不做作 尤其是他不说话对你笑的时候 那个眼睛里面简直都有小星星啊 我小星星啊 简直太帅了 没有吧 那个何卫我也见过 哪有你说得这么夸张啊 而且我还是第一次见你对一个男生这么花痴 不会啊 我昨天才见 见谁 这个好吃 辛苦了 我给你们说啊 这一桌子都是何卫请的课 你们还不知道谢谢人家 这个就由你下次见面的时候代劳吧 可是我下次还要等到六号才能见到三五 你几岁啊你 吃得满脸都是 你干嘛 你就被我装弄花了你 好运你干嘛 我 我 你 你 对 啊 我 你 这个 那 我 你 我 你怎么突然想那个人 来 来 不对啊 你们俩什么时候感情这么好啊 我 没有啊 我这是在管教他呢 平时跟你惯坏了都 你不许等我抢个礼吧 怎样 你也抢得跟我吗 还能这么玩呢 就怕玩走死